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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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了吗 意思是一次好还是两次好吗 上次就可以了 三次就可以了 是 像你这么有功力的人啊 念一次就好了 这么有功力啊 这提产拜师这么严格我 这么有功力可以 可以拉关去吗 拉才拉关去 比较容易败书吗 可以 你很有功力 比较容易败书吗 才敢拉得关去吗 你的花心就不好 花心 你的花心就不好 修心要靠自己 不是靠人家拉你的 不是的 败书 败书拉腿 可是台长拉腿关系 比较容易败书吗 那一样 台长是没有分别性的 对你们都一样看待 台长 参嘴发 如果 古萨的花香 后面没有 没有一番 指著名的参嘴发 可以放在左右两边吗 可以啊 放在我们的关心 不是在前面就好 没有 后面没有未放啊 后面是 是外边了 如果 那就放在边上去 放在边上去就可以 有两边可以放吗 对 可以 可以啊 是放两边 一起 连两张 还是连一张 比较好了 两张 一张都可以 一张两张 大张比较好 还是小张的 大张比较好 大张比较好了 明白了 台长 帮我写几个 我们没看 看见那狗子写的 三个是零二版 现在台长在法会里面讲 还是 是这个零二版是讲 要去 马日的法会呢 还是什么 零二版 是八月二十号的法会 是这个法会呢 怎么会 怎么会 零二版 就是应该法会 零二版是八月二十号吗 对 法会有问题的 就是 就是主要是讲法会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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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月二十号 台长一定加地 给我加数一页 嗯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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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长,第二个问我,我面前台长有一个人说,说话要写台长,我看台长讲,一个人讲话,台长讲要写台长,我看台长坐在桌子里,拿很多台长讲要去法会了。 我说我给台长讲,台长讲,跟台长写就是有夫婿,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你说那什么意思呢?跟台长学佛有夫妻吗? 有啊。 他要问呢? 你是不是老子有问题呢? 哈哈哈,有夫妻台长,原来告诉我,台长有缘分了。 啊。 等等,我梦定我照一照镜子看到两个眼睛很大,好像感觉到有四个眼睛,一下子感觉自己好像变老了,好像有一群人跑过来。 他要学过去,过去,过去两个人他讲,他还不走,还不端子跑走,走人啊。 是否有关口呢? 有关口。 蛤? 有关口。 有关口啊,要认什么? 小哉,小哉,吉祥神兆。 哦。 认几遍呢? 每天四十九遍。 认一个月啊? 至少。 好。 嗯,认几遍,吉祥神兆一个月。 其他的呢? 其他的慢慢念吧? 功课一直要念下去。 你反正也做了。 等会要做了。 能做也对。 郊子也对。 校载就可以了了。 当然要交戒了! 前面有那想念。 不,面称叫做就可以了。 因为要念天 ор,明白了。 哎 短短 哎 哎 还有一件梦 我梦定 我看见我父亲 我抓住他 我问他 要多少 他小房子 他没有臭话 啊 边上有一个名字 他讲 不可以讲 是什么意思吗 你说什么 再讲一遍 没有 我梦定 我看见父亲 我抓住他 我不要让他跑掉 我问他 要多少小房子 我梦了 底色 他没有回答 边上有一个名字 他讲 不可以 不可以讲 是什么意思吗 不可以讲 就是要怕他泄露天机啊 啊 怕他泄露天机 哦 多少小房子 也不能讲 这样 这种也是天机吗 嗯 天机啊 哦 我明白了 哎 没有什么问题 问了 好 再见 哎 太太 问我妈妈说 他小一点 什么 问我妈小一点 哦 已经帮你小业了 嗯 嗯 好吧 哎 哎 咱咱 万一 万一 问你一个 两个 我没 好 近年好像 你是梦给我 最新的房地上班 这个是什么意思吗 有新工作给你 是不是 不是讲 我跟你的工作 要哦哦哦 不能够了吗 还是什么 嗯 有这个可能性 但是还要现实一点 还念经 哦 不是工作室的问题啦 不是 哦 是没有其他的意思的啦 这个吗 没有其他意思的啦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都这个吗 进来 慢慢研究吧 嗯 好了好了 哦 没有这样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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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喂 你好 啊 喂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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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四点师父 请安 嗯 嗯 师父 嗯 因为师父上 之前没有打通电话 今天 第四点师父 送上迟到的生日祝福 嗯 祝师父法体安康 长久住世 嗯 鸿法顺利 能够救助更多的友人众生 嗯 谢谢 嗯 嗯 师父 因为 八月份 马来西亚法会也 马上要召开了 弟子也供祝师父 马来西亚的良长法会 能够圆满成功 让更多的友人众生 能够闻到佛法 离苦得乐 嗯 嗯 师父 今天弟子有几个问题 想请师父 慈悲看事一下 嗯 第一个问题是 有一种说法说 如果少交了税 等于欠了一个国家所有的人 下辈子要披毛带脚 才能还 那想请问师父一下 这种说法对吗 不对 披毛带小环 嗯 说明你不孝顺 对这个人非常不好 又对他不忠不孝不仁不义 所以就要下地狱 明白吗 哦 哦 那么就是 如果说就是比如说少交了税呢 那么就是因为有有人说就是如果少交了税 等于就是欠了一个国家所有的人 所以下辈子要披毛带脚才能还 不知道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没有的事情 哦 哦 那么想问师父一下 就是以前曾经少交过税 嗯 如果有机会把这个税钱还回去的话 那么还钱的方式和用这笔钱做功德的方式 哪一个能更好的消除这份业障呢 都能消 如果还回去的话 不要给自己在公司公司里造成污染 那情愿做功德的消掉 听得懂吗 哦 如果被人家查出来了 你必须要还 如果是小笔的话 那你做做功德也可以消 否则的话你 你因为在公司里面 你把这个事情暴露出来 那你自己给自己 就很难造成在人间 消掉自己业障的一个机会了 因为人家都会说 上面都会说你是什么偷税漏税了 这个你的荣誉生育就会受到 受到影响了 你听到吧 你因为你在人间现在 听得懂吗 听得懂啊 哦 哦 明白了 师傅累坏了 讲吧 现在好一点了 讲吧 哦 好的 师傅 下面 那我替同修问一个问题 就是 同修家里有人过世了 生前许愿放生 比如说一万条鱼 但是过世的时候没有放完 过世前已经放了 比如三千条鱼 但是其中有很多是带子的鱼 如果算上鱼子的话 就已经够了许愿的一万条鱼 因为师父曾经开示过 给亡人放生的作用 并不是太大 那么可不可以就是把当初 放生过的鱼子数量 计算进放生的数量 不再给亡人放生 而是以亡人的名义 做其他的功德 比如说祝印佛书 或者是祝缘师父的法会呢 这个理解是对的 因为有时候亡人就走了 你这个没什么用了 那这样就是 鱼子当然能够 鱼子当然算了 我问你小孩子算不算人了 你说我要救人 救一百个人 小孩子你救了五十个 小孩子都念经学佛 你算不算救到人了 也算的呀 对 那么就是应该怎么样 和菩萨讲一声 因为之前许愿了 那要讲 跟菩萨就这么讲 怎么讲就这么讲 关心菩萨我原来怎么 我现在怎么样 明白吗 明白了 感恩师父 师父就是 还是这位同修 他家人过世了 然后生前替家人 许愿的小房子 没有念完 但是因为家人过世以后 同修需要处理很多后事 念经的时间 减少了很多 那么可不可以 跟菩萨讲一声 本来许愿 完成小房子的日期 往后推呢 这可以的 不能随便推 一定要有适当的理由 明白了 但是就是生前 许愿的小房子 还是一定要念完 对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 下一个问题 就是 师父 就是这样理解 对不对 是不是 人间的一切 即使是做善事 也都是用自己的报身 在做 也都是人间的 假的而已 所以 在临往生的一刻 任何事物 饿的就不用说了 即使是做善事 比如想着 还有想帮助的人 没有帮助 也算是一种 对人间的牵挂 一种挂爱 而应该放下呢 是啊 就是这样啊 结束了 在人间走的时候 你已经爆掉了 很多人们都爆掉了 为什么呢 比方说这个人 在人间做了很多坏事 对不对啊 但是他最后走的时候呢 已经下地狱了 那是不是把人间 把前几辈子的坏事 全部爆掉了 嗯 好了 就是这样 好的 感谢师父慈悲开始 嗯 师父 嗯 下一个问题就是 嗯 如果夫妻两个人 有一方克 另外一方的话 那么除了师父 开示过的分房睡 念姐姐咒 和念礼佛 忏悔与消除 引起夫妻相克的 涅章以外 有没有其他方式 可以化解呢 少讲话 师父以前好像看 哦 多关心 师父以前好像 多关心 关心 就是不讲话 多做事 一讲话就吵 你去看看了 任何的业障爆发 都是从口角开始的 嘴巴最厉害 嗯 你看你不讲话 你怎么会吵架 你们夫妻 如果大家相处 十年的话 你两个人都不讲话 你看看会吵起来吧 吵不起来呢 不会 啊 就是话 开始引起的 明白吗 嗯 明白了 嗯 那师父您以前 好像开示过 鸡蛋汤 可以化解一些 想确认一下 是不是有这样的开示 哈哈哈哈 哎呦 你们哪找来的 鸡蛋汤了 哎 这可能是看错了 不好意思 鸡蛋汤 看过 是这样 可能是看错了 你自己看一下 就是说 夫妻两个人 要渊源流长 要经常什么呢 要经常 想吵架的时候呢 第一 人不能站起来 要坐下来 嗯 一站起来就要吵架 听得懂吗 你看很多人本来坐着的 一吵架就站起来了 哦 听得懂吗 嗯 听得懂 你看躺着的时候 有几个吵架的了 嗯 没有 就算吵架的话 最多背对背啊 对不对啊 对 大家不吵了 嗯 坐着的时候 吵架的几率非常小 你只要一站起来 很容易吵架 就这么简单 嗯 对 你看在公共车上 在公共汽车上 在八尺上面 你看坐着的人 他从来不吵架的 吵架的都是站起来 哈哈哈哈 对不对啊 对对 啊 其实我教你们 嗯 啊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吃一些清补粮 就是绿豆汤 嗯 经常给自己的老公啊 给自己的老婆啊 在自己熬点汤 东部一会儿 哎 你喝完这个汤吧 你喝完那个汤吧 实际上汤水 就是卸火 汤水 就是让你把火气卸掉 人 吵架主要是火气的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明白了 不是鸡蛋汤 是绿豆汤啊 那个木耳汤啊 你有时候在家里 除了吃饭之后 你经常 给自己的老公 弄点汤喝喝了 一会儿有东西喝喝了 一会儿我帮你 做点这个好吧 做点那个 哇 他开心的不得了啊 你们这个都不懂啊 哎呀 要翻翻花样的 哈哈哈哈 嗯 是 是 是 你就是没有 没有师傅有智慧 啊 你们要 说你不会做 不会做 网上不能看的 啊 书上不能买的 看的 自己学着做做 不可以的 你不做的话 你永远不会做 对不对啊 对啊 调节气氛啊 嗯 对 嗯 师父 那想问一下 就是 如果是念礼佛 就是忏悔与消除 引起复兴相克的 念掉的话 呃 这个礼佛应该是 被刻的一方面 还是刻别人的一方面 两方面都可以 哦 谁会念就谁念 明白了 嗯 明白了 明白了 嗯 嗯 嗯 好的 感恩师父 慈悲开示 好 嗯 接下来替 再替同修问一个问题 嗯 同修的孩子过世了 因为孩子太小 活化的时候 骨灰随着火焰和 骨风机吹出来的风 灰飞湮灭了 没有保存下来骨灰 嗯 因为上次打通电话的时候 师父您看事过 如果把孩子生前的衣物 呃 什么的 放在骨灰盒里 和骨灰一起 下葬 是不好的 那么如果像这种情况 骨灰没有保存下来 那么用孩子的衣物 另一个类似 衣冠种那样的木 能起到 让孩子入土 灰岸的效果吗 还是说 放照片呀 哦 这不懂啊 放张照片在棺材里 小的骨灰盒里 就好了 哦 这样子 啊 明白了 明白了 嗯 明白了 就是把孩子生前的 就是只放一张照片 在骨灰盒里 然后下葬就可以了 对了 不要放这种的衣物啊 就没用了 哦 那么就是 墓碑上 也可以刻孩子的名字吗 可以 可以 哦 好的好的 对不起师傅 不是刚才是闹钟响了 闹钟啊 嗯 嗯 对的 对的 嗯 嗯 师傅 那还有时间吗 还可以继续问吗 好了 给人家问问了 嗯 啊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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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感谢师傅 慈悲开示 再见 感谢师傅 再见 哎好 师傅再见 哎 师傅再见 哎 师傅再见 喂 你好 喂 哎 师傅 师傅 你好 哎呦 我可以激动 我可以激动 好 哈哈 师傅 等一下哦 师傅 喂 师傅 师傅您好 弟子给您请安 嗯 昨天是您的生日 没有打通电话 给您送箱直到的生日祝福 啊 谢谢 嗯 今天有几个问题 想请师傅开示 呃 师傅稍等一下 啊 啊 第一个问题是 啊 童修问 拜师 他拜师过后 他有吃全素 但是 他没有许愿吃全素 这样对他的莲花 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有没有问题 如果他不做坏事 他这样没有什么影响 如果他做了坏事的话 他这个吃素就不能 就是遮盖 叫cover 英文叫cover 就是不能掩护 就是不能保护他 听不懂啊 啊 那么就是说 他还是需要吃全素 才会比较平安 比较安全 那当然 是因为吃全素之后 你是属于一个愿力的呀 嗯 啊 明白 就是愿力可以帮助他 但是如果不许愿的话 就是莲花还是不可以 cover他的 对对对 好 感恩师傅开始 好 第二个问题就是同修 呃 有一些同修 他们一起住印了一些 空白的小房子 呃 尺寸是跟师傅说的是一样的 OK的 但是他们那个小房子上的圆圈 比师傅博客上标准的圆圈 稍大了一些 呃 这样子 这些小房子是否能够用呢 可以啊 没问题的 可以哈 OKOK 因为数量比较多 所以他们有点担心 没关系 OK 啊 然后呃 请师傅帮他们解几个梦 呃 第一个是 有有同修梦见他的技术记坏了 他在梦里很伤心 这个是什么意思呀 师傅 很简单 数字 年轻的数字记错了 数字记错了啊 就是说他要小心一点 念经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 对啊 他计算数字有时候把一放成二 嗯 二放成三 OK 嗯 好的 呃 感恩师傅开始 呃 第二个问题是 第二个梦境是 同修去检查 梦见去检查身体 然后梦中提示他身体有问题 同修在梦里立刻求菩萨保佑 并且许愿放生五千条鱼 这时候梦里就出现了两个字 暂缓 呃 请师傅帮忙解梦 还有是否呃 需要多少张小房子 暂缓什么 就是出现 梦中出现了两个字 暂缓 前面是什么 就是暂时的暂 前面是什么意思 啊 前面 前面就是说他梦见 去检查身体 然后梦中说身体有问题 他就求菩萨保佑 并且马上许愿放生五千条鱼 在梦里 哦 这个不懂啊 不要讲了 所以就是暂时让他这个癌细胞不扩散 但是要看他的现在的许愿放生念经的愿力了 哦 这样子 就是那他许愿放五千条鱼在梦里 是一定要放的 对吗 对 嗯 好的 那他他呃 这样他需要怎样念小房子呢 那那那 江江江 一直要念下去小房子 听得懂吗 呃 呃他第一波可以许愿不少章吗 四十九章都可以 啊四十九章啊 好的好的 呃 呃 呃 师傅稍等一下啊 呃师傅那个 麻烦师傅呃 帮选一下那个改名的名字 是数码的 然后呃 不许的 第一个是 不能许 不能许的 第一个名字叫 喂喂喂喂喂 今天不许的 喂师傅听得到吗 二四六才许的 今天不许的 呃就是呃不不不 不可以选名字是吗 不行 选名字 二四六 二四六打听电话 呃好的好的 对不起师傅 好那那接下来还有那个 还有同修还有问题 要请师傅开始 你看看看你就修的不错 你看师傅不管讲什么话 我有时候就是有有意锻炼你们的修养 我讲了第一点 你看你还是文兵文字彬彬的就这么慢慢的讲一点 不生气 这就修成了 听得懂了吗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关孩子们就是这么来的呀 师傅为什么把这么多孩子能够 我们这么多佛友能够培养出这么有修养了 修养们就这么来的听得懂了不了 嗯明白 因为修养你会在家里还会跟老公吵架了 就不会吵架了 听得懂不了 听得懂 好那好师傅 下一个是呃呃有同修梦见呃 别人送给他一个观世音菩萨的玉和一块弥勒佛的玉 那个人要同修感感谢他 这个是要小房子吗 还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啊叫他精精努力啊 要给他21张小房子 人家有 啊那肯定要跟问他要精的 要精文的人送送给他有交换 就钱是不见他的 哎呦掉信了 喂你好 喂 喂 喂你好 喂 哎你好师傅啊 哎呦感恩关世音菩萨妈妈 感恩师傅 我又打疼了 嗯 师傅啊 哎呦非常感恩你 这个非常小你 嗯 师傅啊 乖一点 我也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哈 感恩师傅 嗯 就是那个呃一个是修行嗯就是好好学佛 也是要有正确的好的方法修才能越修越好哈 是不是我自己这样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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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一个 一段 就是他一个境界的 一个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理解 和一个度 上到高中一个度 或者上到大学水平 是不是就应该 这个就应该断掉 才能超脱六道 是不是应该这样 师父开始一下 不知道讲的对不对 实际上你这个是讲到 三分之一是对的 只有三分之一 实际上一个人断 断那个荤 吃全素已经不容易了 因为现在社会上中 大家都吃荤的 所以要断这个 就是已经不容易了 这个是一个大愿力 所以吃素的人是一个大愿力 这个人会菩萨保佑他 会忽法神 会忽悠他 不管到什么灾难的时候 他一叫菩萨 菩萨就会灵 因为他身上干净 他嘴巴里没有这种荤的味道 没有吃人家尸体的味道 听得懂了吗 这是修行 也就是说 拿高分的一个 一个一个科目 对 这是一个 还有这个 断音乐 修到高境界 就应该有这种境界 去断掉 首先讲 也就是说上到大学 当然刚入门的时候 他是小学水平 有一个 对这方面一个理解和度 懂得慢慢修到 大学 是不是就应该断掉 才能超脱流道 对啊 你想想看了 菩萨 我们学菩萨 菩萨会做这种肮脏的事情 不然 是是 所以上次我在给弟子上课的时候 讲到佛经 佛上说了 我们这个人身很肮脏 有九孔 特别的脏 那么你们都知道七孔 对不对啊 眼睛两孔 鼻孔两孔 耳朵两孔 再加上嘴巴一孔 七孔 对不对啊 对 那你再往下呢 还有两孔呢 脏不脏啊 是是 你看眼睛有眼屎 鼻子里有鼻屎 耳朵里有眼屎 牙齿里边有眼屎 你说说看 能脏在什么程度啊 你说说看 你还要去追求这些脏的东西啊 是 你说说看 你是不是 菩萨会做这种事情吗 不会的 好了 真的想学菩萨 修到菩萨的境界 就应该没有 是吧 对了 那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要叫法师 叫 叫 这个 那个比丘比丘 你为什么称他为师父了 师父就是比你们高 师父就是不做这种事情的人 他才是师父啊 对对 这种是 这种是人间的事情啊 你要做人吗 你当然可以做啊 你现在学佛呀 学菩萨 你怎么可以做 菩萨会做这种事情吗 是 现在我身边 还有 还有我的理解 还有我也想 就是说 很多同修 修到现在 就是 都不喜欢做这种事 这是真的呀 这是境界的一个提升呀 所以这就是没有办法 你举个简单的例子 过去两个人 都是农村里出来的 对不对啊 那么农村里出来呢 一个呢 就在家里陪读 一个呢 就在读书 读读读读 读到越高境界 高境界 高境界 那个呢 还是那种小农经济的思想 天天呢 要这个 要那个 而且呢 刮人家一点 攒人家一点 攒人家一点便宜 那个呢 已经读到 就已经读到博士后了 你说这两个人 到了后来 这个境界 怎么能在一起呀 就是 没有办法在一起 语言没了 跨去太远了 共同语言没了 你比方说 一个小孩 这个人是低能儿 你跟他小时候 在一起 你可以玩的 等到你的智商长高了 你知道这个很脏 这些东西不能玩了 他呢 还在玩 还在玩 那你说你呢 还能跟他在一起吧 他追求那些肮脏的东西 他追求那些 这个男女之间的 这种 这种肮脏的东西 那你已经 境界到了一定的地步 你 你不追求了 那怎么办 你告诉我啊 是 他没法在一起 这个就是说 叫你们学佛 之前要好好想一想 要如果你要修的话 你必须要 把老公啊 把老婆啊 一起带上来 这很重要的 明白了吗 是 如果实在带不上来 也就随缘 是吧 但是你要去 努力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实在带不上来 两点 一个嘛 你继续回去 做人 你就可以继续 跟他做那种夫妻之事 一个嘛 你境界高了 你不愿意了 那就没办法了呀 是是是 他正在追着你说 要做那种事情 你又不愿意做 你说说看你什么概念啊 我是有一定一定的 我就是告诉你们 你们尽量 在学佛之前 要好好的考虑 清楚 最好要夫妻双修 对不对呀 尽量吧 尽量吧 可能我们就是尽力的 尽力的就是 拉他 尽力上尽力的 帮助他们 度他们 你去看看那些色鬼 那种样子 真的很恶心的 你去看看那些男的 你去看去强奸犯 你看看他 他他他他喜欢的是 喜欢的是臭的肮脏的地方 你去看看那些那些那些流氓 你去看看这个世界上 你去看看 你说的 他跟修行的人 怎么能够在一起呀 真的 是 还有个问题 师父 呃 有的同修也修得很好吧 他比方现在也六十岁左右了哈 师父也开始过年龄大 比方说菩萨冲院 他来了 有些小菩萨 他有这种事 他会减受 那么不是菩萨冲院 再来他们 呃 就是我呃 当然了 师父也没看过头痛 也不知道是不是菩萨冲院 再来的小菩萨啊 但他们也不喜欢 做这种事 但是呢 他有的就是呃 家庭 就是说对方还 还想游 就是呃 这个同修 因为他有一个同修 出现一个这样问题哈 他老公就是很不愿意了 呃 他也不愿意这么做啊 但是别的他最后 他就是定了一个时间 很长时间这样做 是不是这样也不好吧 你真正想修还是 你可以 这个也是个解决的一个方法 啊 你暂缓 你比方说你夫妻两个人啊 只有一个人要你就慢慢的先推嘛 你比方说啊 我们一个月啊 两个月三个月 你到后来他就没兴趣了呀 哦 对不对啊 哦 啊 你只能这个叫缓兵之际啊 36G有个缓兵之际啊 哦 哦 明白了吗 嗯 这个同修跟我讲过来 我我 我这不中口今天打通电话 对啊 我们过去有一个 在东南亚有一个佛友 他这个男的修得非常好 不太愿意做这方面事 那个女的老逼着他要做 嗯 啊 结果他后来就用这个缓兵之际啊 慢慢慢慢这个女的修修修 给他时间修了 修到后来那个女的现在也跟他一起双修 修得很好了呀 都是这样的呀 哦 哦 那他他老公也念经 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也可以转化成这样啊 最后 叫他要念经要有境界 要叫他经常听法会 听师傅的录音 要叫他觉得这些东西很恶心的 除了生孩子之外 哦 明白吗 嗯 好的 那我明白了 要转告他 他也会听录音的 嗯 师傅还有个问题啊 有一个 就是孩子 就是有同修参加法会 孩子吧 校村父母拿钱给父母说 哎 你参加法会 我给你付路费 呃 那个什么 同修觉得就同孩子说 呃 哎呀 他他刚上班 中钱也不多哈 呃 就 不想要他来 他来问我这个问题 我说 我就跟他说 我说要你 他 支持你参加法会 他也做功德 而且呃 他也功 有功德 你也有功德 而且呃 就是让孩子也种福田 也结佛缘 嗯 这样 就是这样 对孩子反而更好 呃 我想对不对 师父 当然对啊 百分之两百对的 等到孩子 等到孩子以后升职的时候 他都不知道 就是因为他这点钱 做了功德了他 人家不升职 就轮到他升职了 升职 我问你钱 钱升不升啊 是 我就想 我跟他说的 就是这个意思 多了 我跟他说了好几遍 这种事情多呢 这种事情多呢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学生呢 留学生呢 支持他妈妈念经呢 做功德放生呢 对不对呀 结果呢 本来要他妈妈付学费的呢 现在他自己拿到奖学金了呢 对 他自己也总也种下福田 也做了功德 那当然了 讲都不要讲 对吧 我都跟他说 我说 要孩子给你钱 每个月拿 他一百块钱 两百块钱 帮他放松 那都更好的事情 不用你 不要说 用父母的钱 用孩子的钱 是最好了 师父 给他们放松 还有什么问题啊 那个 还有 很多佛友吧 他也都知道 就是 不在那个微信群里 还有球球群 来发那个商业广告 但很多佛友 他不知道 就是发到朋友圈里 里面如果有佛友 他也不可以发 那个商业广告 有的佛友 不知道 因为前一段时间 有一个佛友 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咨询过 东方台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 再问一下 师父 就是说 很多佛友 他不知道 还告诉他 球球群不能发商业广告 微信群不能发商业广告 你发到朋友圈里吧 但是朋友圈里 如果说 有佛友 是不是也不应该发吧 我因为我咨询过 东方台 那首先 我不大懂 这个 这些东西 我觉得说 反正明显的是 红法的网站 QQ群都不能发 如果是自己的朋友群 那问题还不大 我觉得 如果适当的 不一定 全部都是佛友的 你不要误导的话 那你发一点点 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我觉得 就是说 如果本身就是 红法的一个平台 你只要发了 你一定有问题 那个大家伙都知道 就是说 他自己的朋友圈里面 他也有加进几个佛友 他这样发了 有没有关系 应该没问题 那就好 太好了 那我担心这个新同修 他会 当然就不会担心他 没问题的 应该没问题 好吧 好的 还有那个 还有一个 有人 我怎么一下子紧张 又有那个 师傅 要不先帮我解个梦吧 讲吧 讲吧 我以前吧 就是学心灵法门 可能一年左右吧 我做了一个梦 我那天晚上做了三个梦 有两个梦吧 和就是一个遇事梦 全部在现实当中厌重了 其中一个梦 是做了古代的梦吧 他没有办法厌重 我做了一个梦吧 就是晚上梦见那个曹操 梦见曹操吧 就是在三国赤壁大战 就是你要打仗 但是这个场景呢 就是 谁也没看见 就看见了曹操 其实高头大麻 身上杯子剑 拿着那个 就是你要从那个赤壁大战 往前逃 逃亡 他很能打 就是 梦中的场景 他也很能打 就是人家拦了他们 他就打 他那个剑射 射完了 就是比如 他给他一捆剑 他再背上再打 然后呢 这个总个场景 我谁也没看见 只到其他的 就是乱哄哄的那场景 没有显化给我看 就是显化给 曹操给我看 他骑得高头大麻 然后呢 他打打打 往前 谁也打不过他 然后就把曹操的脸 放大给我看 曹操还挺庸俊的 妻子高头大麻 然后跟我说 他要走华荣道 前面那个关羽在那 关羽在那里 懂得放他 最后梦的结束 就是把他的脸 放大给我看 然后说了一句 说我要走华荣道 那个曹操 不是 关羽在前面 懂得放我 师傅那个梦 是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啊 你记住了 你的前世啊 这是你的前世 你的前世 是吗 那我的前世 就是与曹操有关系 绝对的 你是他手下的一个兵 或者是一个将 明白吗 我做了这个梦 好长时间 我就在这想 我是个什么意思 因为我做了三个梦 那两个梦 讲都不要讲的 讲都不要讲的 就是你跟曹操 上辈子 有一辈子 你们两个人 肯定是将军和他 而且你在梦中 好像还非常羡慕他 觉得他很能干 就这样 是啊 而且话 他的容貌 他挺佣俊的 他是啊 你以为唱戏啊 唱戏画出来 他很难看 实际上 实际上曹操 我告诉你在现实当中 你去看看他的本相 很漂亮的 是啊 这个梦是真的 那当然真的了 听不懂啊 哦 好的 师父一定好好修 好好修了 什么脑袋叫啊 我告诉你 你记住了 人生就是这么 一辈子一辈子就这么过来的 你必须在这个一辈子当中 好好地想好 下一辈子准备怎么样 如果你下辈子不准备做人了 你这辈子就给我好好的守戒 听得懂了吗 是 好了 师父 我一定守戒 我现在就很努力的在守戒 嗯 好了 还有师父 有一个 看吗 就是 比方说放松吧 师父 我听了 开始说 比方说放松的鱼 有同修定鱼 他请出来以后 比方说 就是说 那个什么 有死的 他是不是念了 网松咒 因为就是说 因为他不是有意的吗 是因为放松 他如果万一有死的 他念了网松咒 会了 网松咒 网松就念到位了 是不是这个业障 也就消掉了吧 对了对了 那就是说 放松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好了 他 对 就是一个要圆满的方 如果一旦出现 这些意想不到的问题 就应该好好的 多念网松咒 对了对了 也就把这个业障 也就消掉了 对了 是吧 对了 好了 好了 好的 好的 哎呦 感谢师父 师父 感谢你 感谢你 还有一个 问题很重要 我帮一个同修问 就是说 有一些新同修 刚学的同修 他们不是太懂许愿 许了就是比方说 打个比方说念21张小房子 后来他们因为一些原因 又不念了 他已经许愿念了 但是因为一些原因 不念了 或者有 不管任何原因 你不念了 就叫违愿 违愿们就倒霉了 是啊 我就是想 因为他们不知道 也不懂 中后有录音 让他们也听听 他们有违愿的 我也发现有这样的问题 要出事的 就是 要出事 他要是违愿会出现什么结果 各种各样结果都有 违愿的结果 就是 最基本的结果 就是倒霉 什么事情都不顺利 是 有同修 我就发现 但我不确认 他是不是这样的问题 他学也挺那个的 但是 他好像以前 两年前 给我提过这样的问题 但是我不确认 我也不敢去 那个 他家 他就很不顺 很不那个 就是 倒霉的人们就这样了 活该 他这个倒霉 不光他自己 是不是家里也会倒霉 对了 对了 全部都倒霉 那中后这个录音 如果有这样的问题 同修自己 检查检查自己 对 那么如果说 他现在知道了 在念礼佛 把应该念的小房子 念出来也就好了 对了 哦 好了 好的 人家问我吧 好的 好的 感恩师傅 师傅感恩你 我好好修 一定对得起你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感恩你 再见 感恩你 喂 你好 喂 喂 喂 你好 哦 师傅 师傅好 我问一下 那个问题 稍等 嗯 呃 问题 问题 对不起啊 我找一下问题 我看到了 呃 师傅 我问一下 那个 如果现在 呃 看一下 呃 有些 有些 就是 呃 师傅 那个之前 有开始过 金克羊 就是属羊的 那属羊的人 能带 那个 金 金手饰吗 金克羊 照样可以带 嗯 因为金 可以 是属于泛泛的金 泛泛的金是外金 不是内金 就是外面 给你挡栽的嘛 带金的都是挡栽的呀 嗯嗯嗯 哦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 那师傅 我问一下 有些人整容 整成某个明星的样子 请问师傅 从学学上讲 整成别人的样子 对自己有什么影响吗 有影响 对呀 你就是这个明星的命了呀 好的命没有 坏的命就跟他一样了呀 哦 所以整容的话 因为他是 他本身就是一种 烦烦的东西 你比方说 你跟他整的一模一样 对不对呀 嗯 那有一个人 长得 跟一个 勤愧一样 对不对呀 嗯 整天被人家骂 被人家打 我举 我举个不好的例子 啊 明明一个 他又不是勤愧啊 但是人家都吐 吐 吐气他 唾气他 就是这样 嗯嗯 这道理就是一样的 一样的 好 我知道了 感恩师傅 师傅就是 呃 问一下 就是 呃 有 嗯 同修有这样一个体会 不知道是否正确 请师傅 慈悲开始工作中 有时候遇到一些阻碍 不求菩萨 就会造成一些损失 求了菩萨 很快就会 有转机 从而得以解决 那么我们学佛人 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 应该求菩萨呢 还是不求呢 当然求了 不求菩萨 你求 你你拜什么佛了 念什么经啊 嗯 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啊 菩萨叫你吃苦啊 菩萨看见你吃苦 也心里难过呀 师傅看见你们吃苦 我心里难过了 嗯 那你说我教你们念经 是为了干嘛了 把你们 救出苦海的话 就是叫你们念经啊 自己来解脱呀 嗯 是是是 嗯 好简单的道理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师傅 嗯 就是现在很多人 玩一些打打杀杀的游戏 但是有些游戏里边 控制的人物 是古代著名的人物 比如 嗯 项羽 赵云 甚至还有一些 关羽 达摩啊 孔老夫子 玩的人就控制这些人物 互相打打杀杀 那么玩的这些人 包括制作游戏的人 会有什么果报吗 大果报 大果报 下地狱 哦 利用任何名人 现在这个游戏好多 不可以的 利用任何 所以不能去玩的 完了吗 完了吗 就出事了 中火入魔了 嗯 好的好的 我知道了 感恩师傅 师傅还有 同修的先生 他不信佛 同修观察 他先生很久了 发现他先生 每到初一十五 或者佛 但日几乎就不回家 感觉像不敢回家一样 同修家里 是设佛台的 是不是同修家 每到这些日子 家里有菩萨来 对 你身上的先生 身上灵性怕他 对 他不敢回家 讲的 百分之一百的 哦 这样子 嗯 嗯 那 他就是给他先生 身上的药精者超度 念小房子 对吧 不停了念 嗯 哦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 师傅还有就是 嗯 我们法会上 不是现在可以 待那个照片 求 也想让家人 那个受到加持吗 那如果在法会上 我们拿出来 家人照片 嗯 我们大概什么时候 可以拿出来 是一到法会现场 就可以拿出来 还是等师傅来了 开始我们把照片 放在头顶 举过头顶 给师傅加持呢 你说呢 哦 我比较笨 比较笨啊 你怎么不说你 我比较愚痴的啦 师傅不在的话 嗯 你举给谁看啊 嗯 就是在法会 观音堂 啊 观音堂 观音堂你知道 你知道菩萨来不来啊 哦 你要有感应的呀 师傅来了吗 帮你们把菩萨请来了呀 哦 你保险一点 你当然了 否则你不保险的话 观音堂这么多人 有的人气场不好的话 你举上来 他跑到你身上来了 跑到 跑到你身上来了 你一举 他跑到你身上来了 嗯 哦 我知道了 好的好的 你看看有很多人 师傅在开法会的时候 很多人把他放在胸口啊 拿在手上啊 顶在前面都有啊 这是干什么啦 这还不懂啊 这加持啊 回去就好啊 是的 你去看看有多少人回去就好了 我有什么办法了 嗯 好的 好的 嗯 好的 感恩师傅 师傅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上次在法 哦 就是现在天气我们这边很炎热 基本上就是38度 有的时候到40度了 我们在饮食上面要注意些什么吗 吃凉的呀 不要吃热性的东西呀 吃干净点的 哦 哦 那也不能过于太凉是吧 没关系的 再凉都没关系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天气热的话 整个人就会佛造 整个大地属火 所以你必须要 必须要灭掉自己心中的灼火 明白吗 哦 所以呢 吃拌黄瓜啦 啊 喝一点冷的东西都没问题的 这是根据天 天时变化 人在变化 饮食的变化 明白 要吃海淡 你们千万记住海淡要多吃 因为海淡是有点的 大量的点 可以防止你的 甲状腺抗净 因为甲状腺不好的话 会置身你身上 很多细胞的不稳定 很多的细胞不稳定 就会产生癌症 就这么简单了 哦 所以海淡 所以师傅很喜欢吃拌海淡 一段时间就要拌拌海淡 放点醋啊 放点糖啊 或者放点什么拌一下 或者炒一下 都很好吃的 汤也好啊 海淡汤也好吃啊 哦 师傅我之前是甲状腺 然后医生让我不要吃海淡 那我现在因为修了心理法门 我都好了吗 还可以吃海淡吗 当然可以了 你这甲状腺的话 就是可能发出来之后 叫你少吃了 就是因为你 这个甲状腺你缺点了 你去查一下就知道了 对对对 你去查看看海淡上点多的最多 嗯 明白了吗 好的好的 医生啊 我都不知道什么医生啊 这个科学这个东西 哎 好了好了 我不讲了 可能他会发现你很多的 其他的这个营养成分不足 可能他觉得你现在已经不能补那个点了 这种可能性都有的 哦 哦 好的好的 那如果天很热嘛 然后也不太想开空调 然后我就电风扇一直对着人一直吹 这样子可以吗 不好 降不了稳 降不了稳 不要省钱啊 不要省钱啊 这些空调还是要开的 不要省钱 这个钱你全员其他地方省下来的 因为心情一直没有恒温的话 心里会烦躁的 烦躁的话会缩短寿命的 会有一点 会缩短寿命的 哦 你们都不懂的啊 哦 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人会寿命长啊 你说你有什么东西能够买到你寿命啊 笨啊 真的笨得不得了 你们这些孩子不懂 你们都要问师父的 不问师父的话不懂啊 除非 除非你觉得电风扇删了 我已经很凉了 那是另外一个概念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嗯 好的好的 你看夏天为什么 为什么热在地区的人活不长了 就这个道理啊 哦 他热那么死掉了呀 热那么热死了呀 对不对啊 太冷了会冻死呀 都都不好的呀 对 嗯 好了 是的 是的 嗯 感恩师父 师父我们法会带很多照片 这样会对师父有影响吗 因为有的说呃一个人就带前家什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都带着没关系吧 这个无所谓的这个有这么多的菩萨在保佑 只不过 嗯 只不过不能 全部的 不能全部的都带的话 那以后在法会上全部都拿的照片都难看了 呵呵呵 是的 是的 听得懂了 好的好的 有这么高自己的 高自己的影响力 实际上他把这个带来 他就帮他备业的嘛 除了你觉得必须要拜的 我全愿自己备业 我要把它带过来加持的 照片带过来 那可以带 如果你一般的人你带过来的话 你肯定帮他备业的嘛 哦 不懂啊 明白了 嗯 好的好的 嗯 感恩师父 今天没问题 但是祝师父生日快乐 昨天帮你放声了 还要帮你唱生日歌了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师父再见 感恩关心 回答感恩师父 喂 喂师父 你好 嗯 师父 你等会儿啊 嗯 嗯 师父 第一次给师父请安 嗯 嗯 祝师父身体强壮 法体安康 救助世间 救助更多的众生 嗯 谢谢 师父 祝您生日快乐 谢谢 喂 讲吧 嗯 嗯 嗯 师父 今天有几个菩萨的重要开示 啊 请师父您 呃 验证一下 然后 嗯 师父您稍等 然后 师父是这样的 就是 7月17号 弟子给师父打通电话了 那个 呃 分享了 地功活佛和佛陀 对于心灵法门以及师父的一些开示之后呢 呃 弟子上晚香礼佛时呢 呃 师父您给弟子开示了一些话 然后呃 师父 弟子念给您听一下 呃 晚香时 呃 弟子正在念礼佛 然后 师父 感觉师父来了 然后师父您笑呵呵的呃 对弟子说 呃 你很厉害呀 师父呢 给你们加持了 你们好好努力 师父呢 很感动 师父没有别的要求 师父就是一心要救度更多的众生 这就是我唯一的要求 你们要相互帮助 相互照顾 好好的学佛修行 师父会给你们更多的加持 因为师父知道 你们是为了众生 师父也是为了众生 师父觉得做的呢 还不够 师父也继续努力 你们也继续努力 你们是好孩子 师父不会忘记你们 观世音菩萨也不会忘记 你们会给你们更多的加持 你们要把这么好的法门传承下去 要让更多的人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让每个人都开开心心 平平安安的 国家才能更安定 社会才会更和谐 这就是人间的极乐净途 大同世界 喂师父 啊 听啊 我在听啊 嗯 然后师父您还继续开始说 人人都念经 人人都善良 人人都懂得帮助别人 这就是人成继佛成 中华文化传承几千年 你们为中华的传统文化 注入了新的血液 年轻活力有为 师父呢 非常的欣慰 非常的伐喜 诸佛 菩萨都随喜你们 你们一定要好好修 带领更多的人走上学佛的道路 离苦得乐 你们就是未来佛 师父感恩你们 师父很爱你们 师父会求观世音菩萨 给你们更多的加持 给我们的佛友们更多的加持 让每个人都身体好 家庭好 孩子好 学习好 让每个人都平平安安 这就是人间的极乐佛徒 未来的佛法要靠你们年轻人来弘扬和传承 你们是新一代的传承人 要把佛陀的教义传承下去 把佛陀的慈悲愿力传承下去 把中国几千年的传承文化传播下去 你们就是未来佛 师父随喜赞叹你们 加持你们 师父 这是师父您讲的 然后师父 你还继续说了一段说 你们要好好记住了 人间都是短暂的 像梦一样的 你看我们平日睡觉 睡过去了 不行了 那就是一辈子就这么稀里糊涂过去了 睡着了又醒了 又睡着了又醒了 这就是轮回 每天都活在轮回当中 每天都在烦恼 烦恼就会像毒蛇 让你的身体变坏 变差生病 最后什么也没有 一身病痛的离开 很多人就是躺在病床上 他也放不下 想不开 这就叫过去人们讲的死不瞑目啊 你们想想人多可怜呢 一定要把这么好的佛法 一定要传承下去 你们是佛陀的好孩子 好佛子 我们在天上看着你们 你们要为众生多多的付出 多多的努力 天上就有你们无量的佛果 师父感恩你们 师父在天上等着你们回家来 回回家来 给你们讲更多更深的佛法 到时候你们就可以听阿弥陀佛讲法 就可以听我们的母亲 观世音菩萨为你们讲法 人人都是菩萨 都是未来佛 我们学佛就是要成佛 想想人间很快一年就过去了 一辈子很快就过去了 人是不会死的 死的是肉身 我们的灵魂是不会死的 我们要明白 要珍惜佛法 珍惜人心 人生 珍惜在人间的时间 好好的弘法度人 好好的学佛 好好的一定要成佛 师父不舍得你们 你们要好好努力 师父永远爱你们 师父加持你们 师父这个是17号晚上 那个弟子李佛时 师父您给弟子说的 然后弟子就像是在 我写课文一样 然后就全部记录下来了 哇你这个脑子挺厉害的 像这种其实 像这种其实就是法生在讲 法生在教导 因为师父现在比方说 现在在人间给大家的教导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法生就这样的 法生就能教育人 听得懂了吗 是的师父 你讲的就是 我记录完了之后 我就一口气就把记录下来了 然后我就给我先生看 我先生说 这不是师父给我没得开示吗 我说是我刚才记录的 我说刚才可能是师父法生说的 然后师父这是你说的吧 你去看看我开始就不是在讲的 你再这么你讲下去之后 看看你看 在白黄佛法里面都找得到的 听得懂吗 嗯 师父你法学太厉害了 师父 那天晚上呀 师父 弟子记录完 师父您说的话之后呢 观地菩萨也说了 观地菩萨是这样说的 护持弘扬正法 乃是每个佛子的责任和百分 己不正焉能正人 为人一定要正 要正气浩然 不卑不恭 佛法讲的就是要正 心正则一切正 心邪则一切邪 心正得天地之感应 心邪自饮邪魔 定魔 贪嗔失魔 魔都是自己找来的 哪来的魔 心不正 魔就生 佛法界讲破界 你们人间讲就叫犯罪 这就是贪心魔 私心魔 人类自己制造的各种魔 道时自食其果 阉门怪 天地不恭呼 哎呀 然后那个观地菩萨继续说 你一定 你一定要不负众佛所望 跟着你师父和观世音菩萨 护持团成正法 我们一定会加持你 护持你 保佑你 你必须要自己先正 凡事不要太计较 有什么好计较的啊 让你们来弘法护法的 不是为了人间的事 劳心伤神 多学学你的师父 你们一个一个都要给我振作起来 不要怕 有什么好怕的 我就是专门诚治这些不仁不义 弄虚作假 坏我佛法 破我佛规 失恶不赦的大恶人 人间有这种人 天下不会太平 佛界不会和谐 不诚治 不除恶 扬善 曾经除恶 那有失我的职责所在 记住了 好好修 我护持每一个正信正念 正修实修的佛子 为你们护法 大可放心 我观地 菩萨说话 那一言九警 绝不食言 谁要怪我佛法 破我听归 破我佛规 不管出家再将 我的刀就是法 专打邪魔 专去恶霸 我可不止 护持佛法界 整个虚空法界 都归我统帅 谁敢再放死 制造事端 我必丢出 严惩不戴 不要害怕 做人就是要正 成佛那更要正 要正气浩然 浩浩乎在乎 天地之间 与佛法日月同辉 去吧 我必护法 师父 这是观地菩萨讲的吗 这是肯定的 这肯定的 你这小丫头 大概你护法 就是护这个法了 我看就是让你来 传递信息的 师父 您说的很对 后边还有开始呢 观世音菩萨说了 就是让我把这个信息 只不过是通过我 然后就是通过 师父这个节目 传递出来 师父 我继续念 那个当天晚上 接着太岁菩萨 等会儿师父 南京菩萨也开始了 你需要等 我先讲太岁菩萨开始的 我为你们佛子 每日所行特别记录 工作部记录上面 你们自己好好努力 一份耕耘 一份收获 哪有什么不劳而获 佛法如此 做人也是如此 在什么岗位 你就谋什么差事 那也叫学佛修行 妻子有妻子的样子 慈悲宽容大度明理 这是做人 做菩萨 那是你们师父教的 我看你们有些人 一个一个 在家里都不好好认真的 做人做事 就知道搞是非矛盾 还成什么佛 做人要像菩萨 知道什么事 哈哈一笑没了 对吧 起什么烦恼 男人也是 上为天下为地 男人要有男人的样子 不要跟女人搞是非 搞是非的男人 连家他都没福气和睦 人间福报都被他消耗没了 要正 要刚知不阿 男子和大丈夫 警察人所不能行 那才叫大丈夫 一点事就翻脸吵架 那就叫没修养 别说你们学佛人 不学佛的人 那也是一样 功过 功过部都给你们记录着 只不过你们佛子 多了个行列 还有个特别的著名 可免去罪过或增加功德 我就是每年一职 你们都好好修 对于心灵法门的佛子 我还是很喜欢的 不像那些不学佛的人 唯利是图 不好好做人 做人的百费都不知道 你们要传承这么好的法门 把佛法弘扬到家家户户 到时就是圣世太平 我们也轻松 教化多几个好人 总比成几个恶人强 一定要好好修 任何佛菩萨都护持正的 这就叫大同 师父这是太岁菩萨开示的吗 哈哈哈哈 你这小丫头 这小丫头真难 小丫头你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记性给你记下来 这个都是 这个都是菩萨给你特殊的功能的 你可能以后啊 你可能以后 小丫头你生孩子了吗 师父我那个已经 给我先生发愿 终生不生孩子 也不行 就是就是听修 已经跟发愿了 已经是说的 所以我跟你讲了 你 你可能 你可能因为你现在这个特殊的 这个情况 你可能不能生孩子的 生不出来的 听得懂吗 嗯 弟子已经发愿了 跟我先生都不生孩子 在弟子没有发愿前 嗯 没有发愿前 我和先生 就是因为都是弟子嘛 我们已经清修了大半年 之前也是 几乎是清修的状态 啊太好了 后来师父 师父给我们说过 然后 激功活佛 佛观世音菩萨 也讲过这个事情 后来我们就直接发愿了 嗯 好了 你快点再讲下去 嗯 啊 师父 弟子在开始一个 南京菩萨说的哦 弟子有时候感觉说的 学的不是很像 他们的语气 南京菩萨说 哎 人呢 都是无名啊 也可怜了 能救就要救 不能救就先放一次 放 慢慢救 先救好人 再救坏人 这个就叫善恶平等 先救善的 再救恶的 你说不救 他们也苦呀 哎 所以呢 我是理解你们师父 我也拿过 我明白你师父的心 可是众生无耻啊 佛性他被乌鱼盖着 他看不见了 那你说怎么办 该怎么办 还得怎么办 我有时也劝你们的师父 可我也知道 是没用的 你师父的这个慈悲心太重 又是性情中人 我也很难 只有多帮帮他 看他实在是扛不住了 开导开导他 未来佛 哪有什么烦恼不开心的 是吧 多少年一过 咱天上相聚 人间这几十年 不就是梦一场一样吗 我们喝喝茶 聊聊天 多好 我也是开导你师父呀 太苦呀 为师父 为众生背负这么多 我真是佩服他 不愧是我的好徒弟 你们有这样的师父 真是有幸啊 众生的福啊 要珍惜 好好珍惜 好好修 我们都会护法 佛菩萨都会护佑你们 要坚持 守得云开 见月明 正的就是正的 告诉心灵法门的佛子们 好好修 有啥大不了的呀 被别人说说就动摇了 你是见了 做人要有智慧呢 没有智慧不就是个木偶啊 被人牵着走 让你怎么样 你就怎么样 你不就是木偶吗 他说不好 那你就不学不念经了 那些经文 看看是不是佛教传承下来的呢 对不对 是佛教传承下来的 那你怕什么 那么多人都念了 你不念 你就不能受益 你不忠信师父 伤心别人 你就没有智慧 没有这个福气 心灵法门 那是观世音菩萨 慈悲末法众生 而传播的法门 有什么呢 法门不一样 就要排斥 那兄弟姐妹还不一样呢 那你还相互斗殴呀 那不是让人家看了笑话吗 佛教讲究平等 没有门派法门之别 路不一样而已嘛 殊途同归 都是好的 都是可以成佛的 都是教人向善的 你说你为什么要排斥呢 你不就是搞不团结 这个罪过可就大了 地狱门前 松铁桌 自古留下来的 为什么呀 你们想想 为什么说地狱门前 松铁桌 你就是警告你们啊 要悬崖勒芒 要取大铜 存小义 都是佛子 都是为人师表 还能让众生看了笑话呀 你们还要搞个四分五裂 像什么话 不要搞要和睦 要共同为佛陀 这么好的教义传承下去 不要搞得到时候 连个居士也抵不上啊 人家居士都修成佛了 你们还来搞来搞去 就是魔 还怎么个叫化众生 不要这样啊 想想一生一辈子 很快就过去了 有什么呀 对不对 提心协力 把正法传承 那佛陀还能忘了你们啊 你们法门不一样啊 你们就搞内战了 大同世界就是要众生平等 你传你的法 他做他的菩萨 他主要是正的 你就去维护他 拥护他 对不对 一个领导得到人家的爱戴 那是人家付出的 得到的啊 就看着人家得到了 没看见人家付出的 这不就是无名众生吗 还传什么法 救什么众生 佛法平等 没啥没派之别 各自好好修 都能互成一派 这就叫太平盛世 好了 师傅 这是南京福寨讲的吗 那种语气啊 就是跟他过去跟我讲话一模一样 弟子学的不是很像 师傅完全 我说自理行间 都是他平时跟我讲的 那个师傅 弟子再开始一个 这个当时弟子感觉是关心菩萨讲的 7月17号的晚上呢 弟子刚躺下 嗯 感觉面前出现了一尊盘做的菩萨 盘成是火焰形状的 啊 这个嗯 先想一下 但是一瞬间就消失了 只是弟子意念中看到一样的形象 嗯 说啊 除爱 我今未必开示 学佛做人 谨言慎行 不可有疏漏 久而久之对修行无益 学佛做人要谦虚谨慎 为众生而行 大胸怀 虚空热骨 久而久之 慈悲无量 智慧无量 今后你要更好的表法 为众生服务 并带给大家更多的开示 传递正法能量 弟子我双手合掌 心中鼎礼菩萨 接着菩萨继续说道 告诉佛友们 正信正念 不要盲目追求神通感应 而修行偏差 大家应以修心为主 公道自然成 每个人根基悟性不同 人可一个而论 凡事多找自己的不足之处 窃默体贪嗔痴 烧教功德 这不是学佛人所为 你一定要告诉大家 让大家知道 随起他人功德 自己也或无量 悲心福德 嫉妒别人 不但消耗自己的功德 还会降低自己的境界 学佛做人要有悟性 而不是盲目的追从 要学习师兄们的光明 精进和智慧 而不是起任何的比较之心 土二 你一定要告诉大家 切记 你的想法顾虑 为师怎能不知 还好土而聪慧 你一定要帮着为师 多传递正能量的信息给大家 帮助你师父减轻负担 多将你的师父学习 没有自我 众生为我 为师会加持你 你且不必顾虑 护法要有智慧 才能遇世逃避 为师会和你师父说的 多给你些更深 更深层面的指导 你更上一层楼 你尽管好好修 你爸为师分忧 为师护持你 你师父也会更多的加持你的 不要有常人的想法 要离开凡尘 以菩萨的境界完全要求自己 为师对你必须严格 你才能承担此大任 帮着你师父 弘法度重 才有解难 师徒同心 其力断心 切记 修心修行 不可有 丝毫怠慢 弟子双手合掌经理 心中感恩菩萨 师父这是菩萨讲的吗 喂 啊 嗯 师父 这事关系 因为菩萨讲的吗 嗯 哎 你在讲的时候 我已经在听菩萨在讲了 嗯 你自己 你自己呢 要干净了 你一不干净 你以后就收不到这些信息了 听得懂吗 嗯 知道的 师父 啊 没办法的 其实你这种就像同男同女一样的 所以你才收得到信息的 你只要 你只到 陰阳 陰阳 陰阳一交错 接下来你马上的 人家说 人生上的混沌圈 就是阴阳混沌圈就开始乱了 你是什么都接受不到的 再接下去就是魔上神 再下去就是胡说八道了 听得懂吗 现在都是菩萨说的 嗯 好了 就告诉你这点 嗯 师父您说的很对 因为这天晚上 那个奇隆 就是奇隆观音 也给弟子做了开示 不过那个是为弟子开示的 我就没 在这就没分享 跟师父说的一样 他 他就是跟师父您说的一样 嗯 当时弟子曾分享过一首 就是南海岛上 紫竹林 千古流传至如今 当时师父您在节目里 打印说 我跟观世音 菩萨妈妈的位置很 很近 然后 7月17号晚上 七龙观音 给弟子开示了 跟师父 去年您打印到的是 一模一样的 弟子 现在是女神 但是过去是男神 也是像师父说的一样 是 是观世音菩萨的 坐前弟子 也是激功活活的弟子 但是 弟子就是说 因为有的事情 好像感觉不方便 讲 所以就没说 今天师父讲到了 就是师父您的感应 都是完全正确的 菩萨也开示过了 什么感应啊 师父不是你的感应 是不是看到的 听得懂吗 对不起师父 你自己 自己 自己这辈子要好好修 既然叫你到人间来修行 来救人 你就好好地放下人间 很多的人间的东西 明白了吗 嗯 好了 师父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还有两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再快讲一下 还有很重要的 中间一段呢 是 观世世那个 土贤菩萨和 土贤菩萨和文书 世力菩萨 应观世音菩萨 只要给弟子讲的那个法 但是那个是大智度论 弟子就不讲了 师父 弟子只摘录后边的一段 讲的是师父的 我摘录后边一段 师父您想一下 师父现在就在跟 师父 师父现在就在跟弟子上课的时候 讲佛经就是讲大智度论的 哇 师父 当时弟子还纳闷呢 说我这没听过呢 他说 我就在纳闷的时候 就说 拿摩普贤文书实力菩萨 应观世音菩萨之邀请 为其徒而说法 引导其逐渐进入 菩萨智慧圆满静悉 然后就开始跟弟子讲了 师父 大智度认 我每个星期三都给弟子开示的呀 讲法呀 讲那个佛经呀 我没听过 师父我都不知道了 你快点吧 抓紧时间嘛 把那个 好 好的 师父让中间那一段我就不讲了 我只讲后边的这一段啊 观世音菩萨讲的应该是 他说 人如果能 契恶向善 便可以逐渐改变命运 而通过佛法精髓 禁止你师父所传的心灵法门 通过许愿念经放生 而改变当前命述的果报 达到解脱 忏悔 洗涤心灵 依佛法 依心灵法门 依照奉行 而根据自身的分析福德智慧 而正得不同果位 知其因而改变其果 这也是你师父看出从观音果 救助众生破迷开悟 进入佛门的方法而已 任何一个法门乃至神通 都是为了圆满救 圆满救助众生的大愿力 大圆满而生 你要向你师父学习救助众生 切不可放异 我会时时为你说法 并请你师父为你做开示指导 希望你不复为师所望 把众生之苦自觉觉他 自助助他 完成红身寺院 完成佛学佛果 南摩大慈大悲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师父 这个是那天晚上的开示 接下来师父快速的讲一个 地藏王菩萨的开示 7月 7月25号 灵晨大拜四点左右 首先弟子从梦中醒来 意念中感觉我周围有灵性出现 师父曾开始不得与灵性打度 于是弟子意念中观想全身大放光明 金光一波一波的出去 手持甜坤酸阻挡并善意劝退了灵性 接着弟子发现我站在一个灰色暗暗的地方 旁边有三尊盘坐的菩萨 并没有金光 有些暗 其中有两尊是实体的像佛像 有一尊是透明的 当时感觉透明的是地藏王菩萨法身 这时地藏王菩萨面前涌出一帮乌鸦鸦的灵性 争先恐后的往外冲 这时只见纳尔森透露的地藏王菩萨 手持金刚柱一栏并说道 上面有上面的规矩 下面有下面的规矩 许可放肆 说着这些灵性非常不情愿慢慢推回原处 地藏王菩萨这时转身向我继续说道 末法时期众生业障之众 小房子数量大增 有的人还不好好念经懈怠放语 他们的债主子拿不到本该有的小房子 括号有个发票 小房子在地下就相当于是前用的发票 便会无视规矩 强行而出 若他们强行出去 那阳间的债主必会生恶及痛苦不堪 不得而遇 人间不守规矩 不安张理办事 他们也会如此啊 望你这次能速回去 禀告凡仙 念经忏悔还在 切勿而弃 这时弟子发现 师父这里我不念了 这个是我看到自己以前的样子 接着地藏王菩萨说道 你可知为何是你有此因缘 接着地藏王菩萨说道 此次你来 免去你人生中一大劫 观世音菩萨慈悲 念你愿立红身 且不忘初心 努力精进 因誓愿而行 以半点愿养退缩 难立与实际三福 所以特此审批 免去你一大劫 今后你且好好继续努力 为你的药精神好好操作 以无大劫 我点头谢过菩萨 你回去且告诉 阳间众生 值得行善 切勿行恶 天使越来越紧 因缘国报也如影随形 如半点虚假 接着我面前出现一本绘画的册子 每页上面有一幅插图 插图下面配有文字介绍 意念中真是地狱图解 接着地藏王菩萨说道 现在哪还是十几层了 都二十几层了 我准备离开 这时意念中看到一人正在拿着碗 吃着什么东西 这时地藏王菩萨继续显化道 可知这人吃的不是山津海味 而是你过去的天人呢 他们就像是枝节烹饪的 积压于牲畜 熟不知你们看不见他们的实质啊 地藏王菩萨道 人吃人不知 满目不人读 这是意念中再次出现一个画面 有人用碗吃着什么东西 感觉是葱蒜类的 这是地藏王菩萨说道 你们阳间喜好吃这些食物 可知气味之大 念经的质量能量大大折扣 还能告示 你要告诉他们 尽量食促清淡 以保持身体通畅 清理肌体 以保证身体的康健 体味气味的清新 念经本质能量的保证 接着我说道 大慈大悲的地藏王菩萨 弟子凡人肉胎 唯恐一会记录 有所输露 还望菩萨慈悲 待会儿弟子记录时 能保佑弟子如理如法 如有输露的记录 以便成阅我师父 请我的师父在节目中 做验证并开始 地藏王菩萨点头阴云 接着并为弟子此次记录 实现标题 地府游历地上 地藏王菩萨月 并带了一个大大圆圆红色的印紫 以此证明此文件已悦 并审批 地藏王菩萨说道 你师父悲鸿大怨 大慈大悲 悲悯众生 哀泽四方 我和你师父观世音菩萨商议 特批 福寿延年 你且一并抱于你的师父 这时 我已将此次全部过程 在地藏王菩萨的指点下 一一整理完善 师父请师父开始是地藏王菩萨讲的吗 你自己都比我清楚 其实 还觉得师父压症 一直更放心 其实你是一个同男子 就是一个同男子 所以你现在呢 我刚刚讲的 以后呢 除了菩萨要警示众生的东西 可以讲 有些东西呢 先给师父寄过来 让师父看 因为呢 师父是这样的 因为呢 你要知道在广播里啊 有的人信 有的人不信 那不信的人呢 他听了之后呢 他就会脑子里产生一些不好的念头 这样的话呢 你就让他们的造口验 或者造心业 所以呢 那我觉得呢 像以后呢 碰到这些东西 你先让师父看 好吧 我们东方才觉得 有些东西是 对的 我们会通过 正常渠道 我们会发出去给大家看 好吧 因为你这样一来的话 你是说的是对的 但是师父只知道 但有些人呢 在广播里 听到他有 是是而非感 明白吗 因为他对你不了解 他又看不到你的前世 就像一个小女孩讲出来的东西 对不对啊 他觉得你 是不是异想啊 不真实啊 这种可能性都有 所以师父呢 希望呢 就是说你能够先传过来之后 师父 会跟菩萨沟通之后 我会发出去的 这样呢 你自己 你只要 你只要 你只要好好的把这些 菩萨的东西呢 传过来 传过来的话 我们发出去 就同样能救人 这样的话呢 不会让很多人呢 造心业 造口业 造生业 因为现在 咱师父开始 因为这个广播里呢 是这样的 广播里呢 什么样的人都听的 明白了吗 好吧 他不一定都是师父的弟子啊 也不是说 在法会上师父开始啊 都没问题 所以希望 希望你呢 一定要听话 你好好修行 要同样我们要 起到这个目的 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要 如理如法 必须要考虑到 众生的 这个层次 和他们的 那个那个 个人的 每一个人的 修行的这个境界不同 所以 一定要 谨慎 要谨慎 好吧 师父 接着明白 师父 最后还有一个 就是 激功活佛 也出现 说了一段话 我说 分享一下 这是激功活佛 出现 说到 除二 你切勿放 懈怠放育 日式坚持 必将迎认 而且 为师库 你一同 为你师父 取得电话联系 保证 你顺利完成 此任务 另外 为师 还有一首 祭语 你在为师 念语 他们听 弟子随手 记录 众生苦 悲忙 道头 梦一场 气恶 虚扬善 人间 亦大同 为人 实不义 莫失 功德 身 人身 若失去 万劫 难复 身 行善 素姬 德 灾节 自化 节 如若 再不悟 果报 皆不爽 道使方 之悔 悔之 十日晚 凡夫 不信 因 只怕 受恶果 不知 因与果 一个 不能少 善恶 忠有报 不报 为天道 激功活佛 一步一边 善子一边 一遥 四肥 四凡 非凡 四边 非天 又叫花 四方众生 去了 师父 这个是激功活佛 是他说的 百分之一百 师父 那个 昨天师父 您的生日 凌晨 弟子接受到 两手机语 是激功活佛 讲的 我分享一下 身为台长 卢君红 鸾江 才子 任风行 古今中外 名尘叉 大爱无疆 任时长 师父 这个是激功活佛 开诗的 是的 师父 我讲一下 激功活佛 就是喜欢 就是喜欢讲诗文的 他挺好玩的 是的 师父 他的开诗 都是这种 寄语形式的 对 他就是这样的 师父 我说一下 刚刚第二句 第二句 那个 鸾江才子 任风行 当时还告诉我 这个鸾江 并不是指某个地方的江 它是指的一个比喻而已 那个任风行的风 也是一个江义词 就是一个比喻词 后边还有一首说 少发 少发菩提 忠不忘 日日前修 化碑凉 丽丁平栏 如朗月 道心清明 任苍穹 如金洪 台长 伞继 七字言 激功活佛 师父 谢谢菩萨 感恩激功菩萨 那个 日日前修化碑凉 师父您说 我说你主要跟 激功活佛 关系比较好 明白吗 嗯 然后 师父 那个 那个有一个是 日日前修化碑凉 那个碑凉 只是碑你的 碑 资凉的凉 嗯 知道 师父 最后分享一首 基语吧 嗯 弟子觉得这个 当时听了 觉得很开心 很好玩 后来听了 觉得 挺深重的 其实讲的里边 很深哦 嗯 他说 嘻嘻嘻嘻笑嘻嘻 你替我来 我不替 善恶是非 终有报 公告在心 自图题 嗯 师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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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努力 嗯 好吧 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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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呢 这样 以后呢 以后呢 在广播里呢 把这些东西呢 可以稍微讲几句 不要太多 然后写给我们 我们会正规的 给大家 啊 师父会发出去 另外呢 就是说 在广播里呢 尽量问一些 大家喜欢的问题 比方说你今天 讲的 啊 地上王菩萨的 这个话 就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啊 现在很多人 念小房子不好念 下面的 那些要精神的 在主持 他就死盯着你 连菩萨都没办法 拦住他们 因为他拿不到嘛 他拿不到 你在骗 骗下面 所以他就上来 乱搞你啊 所以很多人就 恶疾 啊 就是身上 生了各种各样的 毛病就出来了 明白了吗 哦 是的 地上王说 菩萨说 他们如果是 这样子出来的话 那么就 一般都是生 恶病的 而且都很难治的 很难治的 因为 因为地府都没办法 帮助啊 因为这个是 他欠的人家的 而且 你不但不还账 还账 你还给人家 假的东西 那么当然 这个这个理由就到 他们那些恶鬼身上了 明白了吗 嗯 那个师傅 接下来有几个 同学的问题 请师傅给开示一下 在问这个问题前 师傅 我自己有一个问题 想请师傅开示一下 小鸭头没时间了 小鸭头没时间了 因为你 因为时间已经 那个 嗯 那师傅有一个问题 可以问一下师傅吗 因为只有师傅可能知道 就是弟子在念 小房子中的大悲咒时 突然意念中 有个女生就说 咒语咒语 接着就出现了六个字的 六个字的咒语 像是观世音菩萨的心咒一样的 前面是欧妈尼 后面还有三个字 好像这个不能随便讲 所以请师傅开始一下 这个是真的 还是说弟子念经史 出的一些妄念 欧妈尼把命哼是吧 他说 不是 当时出现一个咒语 是六个字 就像欧妈尼 被命哼那样的 六个字 前边是欧妈尼 后面那三个字 就不是一样的了 那就 那就说明你已经 你已经 这个 在这方面的 这方面的东西 你千万不要去在意 好吗 嗯 不要去在意 不要去想的太多了 因为 因为像你这样 如果连续的跟 菩萨能够得到一些信息的话 你可能 一段时间之后 你会 因为你毕竟是 食人间烟火嘛 除非你完全像出家一样的 你要非常干净 人间 一点杂念都没有 你就可以一直接受到 如果你有点杂念的话 你可能就会马上 就会有魔障 就会来了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小鸭都听得懂吗 嗯 是的 所以你要非常非常干净 干净的不得了 没办法吗 嗯 嗯 师父都懂的 师父这些懂 嗯 好吗 那个 其他的下次问吧 今天没时间了 好吗 嗯 好 请观世音菩萨 师父慈悲 今天弟子如果有 分享不如如法的 请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和师父慈悲 不乏 好 师父 我先生在他说 跟您说句话 您稍等啊 嗯 喂师父好 你好 弟子给师父请安 嗯 嗯 昨天师父生日 祝生日 祝师父生日快乐 谢谢 救助人家能够救更多的有言众生 谢谢 弟子 丁城祈愿心音法门 能够在全世界 奋力弘扬 师父 能够救更多的有言众生 好 谢谢 谢谢 好 好 好好的 你好好的 保护好你妻子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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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她脑子要干净 明白吗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因为她是有使命来的 她是 她是要 要 帮助这个 做护法的 好吗 嗯 弟子明白 最后请师父 请观世音菩萨和师父 加持我们夫妻俩 能够正性正面 也请观念菩萨 加持我们能够 弘法顺利 能够救更多的众生 好 谢谢 谢谢 弟子 还有很多问题 这一天再打电话 好 请师父保佑我们能打通电话 好 再见 好 谢谢师父 再见 啊 师父 你保重身体 好 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们节目就到这 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 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呢 只能 明天下午 星期六的下午是五点钟 星期天呢 就是 十二点钟 跟今天一样 好 广告之后 回到节目中来 再见 陈众兰 hearted